台北縣刑警大隊 今天凌晨破獲一處藏身民宅的職業賭場 而當場逮捕到的賭客 連同賭場負責人 一共有47個人 賭金高達116萬 而在混亂當中 還有賭客想逃到隔壁的民宅 躲避追捕 沒有想到一個踩空 卻踩破了人家的屋頂 摔了下來 最後還是難逃 被帶回警局的命運 台北縣刑警大隊 破獲這處藏身民宅的職業賭場 當場逮獲賭客和賭場人員 共47人 賭金116萬 由於人數眾多 警方還要一個一個唱名 在今天凌晨一點鐘左右 突破這個 董萊職業型大賭場 那這個職業賭場 在台北縣市各地 流竄 那我們這個成立專案 積極來查去 在今天凌晨把他棄補到案 就在警方破門攻堅時 賭場內賭客四散 由賭客想趁亂逃逸 企圖跳到隔壁民宅 卻因為雙腳踩空 跌破諸戶屋頂摔了下來 所以你人聽到 他把你落下落下 我聽到 我在人家裡面 誰讓你看 不是那邊看不懂 聽到什麼 旁邊看不懂 一定我們到處 再試試看 好 結果在這裡落下就對了 幸好警方早已將現場所有出入口封鎖 賭客插刺野南非 只好乖乖束手就擒 最後還出動警用大巴士 才將這些賭客和賭場人員 全部帶回警局偵訊 明信舞林志鵬 臺北報導 早 早